新选举制度下,立法会功能界别 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要合并 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预料 将来会由卫生服务界取得移植 医学会担心日后难以透过立法会反映医生意见 立法会选举制度经修改之后 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二合一 变成医疗卫生界 去年医学界选民有大约12,000人 卫生服务界比它多超过两倍 超过四万人 陈沛言所得票数为五千六百二十十票 在上述选举中当选 李国伦所得票数为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一票 在上述选举中当选 投票我拿过超过七成的选票 但我的选票是五千六百 所以我的票数都不够 落选的卫生服务界候选人的票数那么多 在卫生服务界 其实它除了护士之外 有其他很多专职医疗 但很多时候近这四届都是一个 护士会胜出原因 因为选民的基数的效果 在议会里面 因为讲医疗议题是一些很专门的东西 以前可能有两个比较熟悉医疗的代议士去讲 或者互相去不同的方法方向去做 效果会多些 但现在一合併了一个 变成声音就会减少了 被问到医疗卫生界的议员 将来会不会很难照顾不同持分者 陈沛言说要视乎议员怎样看待工作 和照顾业界声音 不能够一概而论 医学会会长蔡坚认为 日后医生难以发声 医生如果是有意见想表达给政府听 包括这个维生方面的东西 医疗、床位、疾病、传染病 很多次都不能够立即表达 就是回处大他们自己 有维生服务大他们自己的问题去处理 未必是能够立即将医生方面的 至于选举委员会医学界 和卫生服务界也合并 变成医学及卫生服务界 令到以值减半去到合共30席 其中15席由界别团体负责人担任 剩下15席就由团体票选出 无线电视记者 李游坤报道